解码GDP三季报 安徽反超上海 西部多省集体失速 随着10月18日全国前三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的发布 各省市区GDP也陆续公布 从GDP增速来看 湖北 海南 北京 浙江 山西 江苏 安徽 江西 山东 重庆10个省份 跑赢全国9.8%的增速 经济总量上 前三季度领投养广东 江苏双双突破8万亿 差距持续缩小 山东突破6万亿 扩大对浙江领先优势 安徽反超上海 山西名义增速居首 多年位居第二位的江苏 今年前三季度 GDP达到84,895.7亿元 相较于去年同期增加了11,086.9亿元 增量居全国第一 比广东多增了1,474亿元 将与广东的差距从4,588亿元 缩小到3,114亿元 相较于去年同期 山东GDP增量达到8,253.19亿元 明义增速达到15.81% 这一增速在四强省份中最快 浙江增量为7,027亿元 明义增速为15.33% 陈尔表示 山东还有一个很好的条件 自供电比较厉害 企业生产没有受到能源供应的影响 这是山东今年独特的一个地方 北京市统计局此前分析指出 疫苗生产带动医药制造业增长3.3倍 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也达到两成左右 位居全国经济第五省的河南 受暴雨 疫情等因素影响 前三季度GDP为44,016.24亿元 增长7.1% 两年平均增长3.7% 均远低于全国平均增速 均远低于全国平均增速